各位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要学关于使用photo gate 来找出来adjutan gravity 的拟耐 这个部分我们之前的学习是少了这个部分 我没有留意到还有一个formular没有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experiment来 看看是怎么 3 bit 出来这个formular Magi adjutan gravity 这个是没有在那个 Bersam andrakan 的4个formular当中的 这个是自己在成立出来的 然后以及我们等下会讨论有一期是比较特别的题目 它反而不是使用这个formular找 虽然它是用photo gate 但是它不是用那个formular找 ok 我们的dujun是manentukan nilai bachetan gravity不密 旧款的方式呢是用janga masa的date 那个我们就很实际的可以看到那个beta的date 它的plot 它的每一个date的plot是怎样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beta的date中去找它的vegetan gravity 所以这边是用比较先进的 所以这边是用比较先进的 这是第一个关卡 关卡 关卡 然后 这个是第二个 关卡 关卡 然后 它 当 它打开这个 遗器的时候呢 然后 它的遗器开始计算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球一掉下来那个刹那它就开始计时了 开始计时 假设 这边的 哈拉铸阿瓦等一顶 球啊 那个球的 哈拉铸阿瓦等一顶 所以它掉到这边 它 它 它会有一个时间 哦 这个是ve 它 掉到这边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阿拉铸阿瓦 如果它掉到这边 它就有一个阿拉铸 在这个课本所教的呢 它所记录的时间 这个遗器所记录的时间 是 这一粒 球 它 经过 比如说 这个肯定是D等于零哦 因为它没有开机嘛 所以一开那个机器 然后那个东西一掉下来 这个就有D1等于一个Neline 然后 掉到这边 掉到第二个关卡的时候呢 它也是D2 也是会有一个Neline 所以我们的尝试我们都会知道 D2 肯定是大过D1的 因为它先到这个D1关 它先到D1关 然后才继续它的旅程 来到这个D2关 所以D2 会长过D1的Massad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去YouTube看 找这个Photogate的 啊 记录或者是我 我已经发去那个Wassad group的那个Link 也可以看到它的 仪器所 记录到的 它的D2是长过D1的 因为它 先到这个D1关 接下来才到这个D2关 所以现在 我们具备这些知识 我们就记录在 这个Daburan Data里面 我们当然会排各种不同的 距离 那个两个关呢 两个关卡 我们会排不同的距离 然后呢我们就记录 它不同的时间 可能我们只需要移动一个就够了 比如说 我们就保持这个在这边 然后 我们可以移动这个第二个 本来是30cm 本来啦 第一个Daburan Data 本来呢它是 30 30cm是吗 本来是30cm 就是一尺啦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移动 其中一个 比如说把这个D2关移下来一点点 就变成40 然后再记录它的 D1跟D2 再来移去50 D1跟D2 60 D1跟D2 以及70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它 在书本 它教我们用这个 Rumus Buggy 但是我书本 你要知道它的这个 Formula是怎样来的 你 需要另外的去Scan它的QR 我忘记了是在哪一个QR Code 它那边有 Show给我们看 给我们看这个Formula是怎样来 在这里我另外跟大家解释 这个Formula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回这些资料 我们现在有的Data是什么 我们有的Data是 Alaju Awa肯定等于0 然后 我们有的资料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找第一个Situacy 这里的第一个Situacy 以及我们有第二个Situacy 就是 第二个Situacy是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第二个Situacy 所以我们先把第一个Situacy的先写出来 第一个Situacy的是U等于0 然后我们有D1我们是有的 就是记录在那个仪器当中 然后 当然这个距离也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距离 我们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S13 Satu 我们是有的 所以我们 接下来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找 Bajutan Bajutan 我们也可以找 Alaju Aheu 我们可以找Bajutan 可以找Alaju Aheu 在这个Formula成立 它是用 这个Formula 它是成立 它是用 我们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 找 我们已经有三个资料 一个两个三个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尝试看 用一个Formula来找 OK 我们有三个资料 我们有Haraju Aheu 等于0 我们有MASA T1 有Record 在那个Device里面 然后我们有 这个 十三个资料 我们也是有的 十三个资料 我们也是有的 然后我们试试看 找这个 Pajutan 看来 所以我们要找Pajutan 我们用的Formula是没有B的 没有B的话 我们就找 S1 U D 加 1.2 A D 然后这个是 给C2C Satu的 时间 之前 这个A 这个A 其实也是 G来的 因为A是通用的Pajutan G是 直向的Gravity的Pajutan Pajutan Gravity 所以我们在那个4个Persama Grakan的 A 如果我们要用在PajutanGravity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改良为G 把它改成G也是OK的 所以我们的 因为由于这个U等于0 所以我们就剩下 2 SE等于G D1 Gv OK 这是第一个Situacy 这是第一个Situacy 我们接下来找第二个Situacy 也是一样我们有的资料从这里算起来 从这里算到 算到这里 OK 这个第二第二关 所以我们第二个Situacy的Hara Jawa 依然是0 我们的 时间要改为D2 就是在Record 在Device里面的我们也是有了 然后我们有这个S2 这个距离哈 S2 我们S2也是有的 就是你看你的词就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找 G咯 我们也是要找A或者是 G 因为他们 掉下来的时候他们经历的Pajutan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PajutanGravity在拉着他们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用回这个Formula 但是这时候是改为S2 等于 U T 第二次的 再加 D2 G G是没有改变到的 然后 T第二次的Pajutan 所以 S2 等于 这个整个变成0 因为U等于0 加 D2 G T第二次的Pajutan 所以我们又有第二句了 就是 2 S 2 等于 G D 第二次的Pajutan 这是第二句 这是第二句 OK 我们接下来要 我们还有一个Neline H 我们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Neline H 我用这个Chocolate H就是这个 OK 我们有一个Neline H 在这边 所以H其实是什么呀 H其实就是拿 S2-SE 就是H 所以S2-SE S2-SE 长的 13-短的13 就是你的那个 Jara Antara Dua Photogate Jara Antara Dua Photogate 就是 H的高度 所以我们要尝试找出一个 尝试找出一个有这样子的 S2-SE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拿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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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2 2-2 final的formula了就是这个 G等于2H D2的-D1的 所以我们再重组一下 2H 和D第2次的quassabra-D D第1次的quassabra就是等于我们的G 所以我们已经证明 我们已经证明 他要的formula了 这个就是 可以使用来 让我们找 presentangravity 当我们使用的仪器是photogate OK 这个是第1种 第1种的计算法 所以记得我们在这里是暂时啦 暂时我们没有牵涉使用到 暂时是没有使用到 V 在整个全程当中虽然我在这边有标记的V1跟2 但是啊我们把他的 Turbitan formula的方向专注在 找A 所以我们是使用A的方向 但是下面有一题我们就会讨论到 它是有牵涉到V1跟V2的 OK 所以我们已经证明给大家 这个formula是怎样来 给大家 有空可以自己的演算一下 可以自己推算一下 就可以摆得到 重点喔 在这个第1个 第1个experiment 这个experiment当中 他的massa 第2是 长过第1的 OK 现在我们来看 一个另外一个情况 是不同的 他的第2啊 你看到第2是 小过第1的 什么情况呢这个 我们来 这一项 也都会想 拿着 小过来 进行 一项 一个 的 小过来 给大家 特别的 Seylang Masa T等于0.097S 以及T2等于0.047S GIGA-ANDERAN DUAL PHOTOGATE S等于40CM PITON GAN PERCETANT GRAVITY VUGY SYSTEM 2 如果我们照样使用这个formular 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它的答案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有 你看H等以来 你需要H等以来 H等以来就是这个 在这一体里面呢 就是这个 S就是多少 S的距离是40CM 40CM就是0.4M 我换干给它清楚一点 所以0.4M就是 就是所谓的H 然后D2D1看起来好像也是有 对不对 我们也是有D2跟D1 但是哦 你们要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个D2跟D1跟上面的是不一样的 上面上面我们在 Turbit formula的时候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D2是大过D1的因为呢 它这个System哦它记录的是从最顶点掉下来的时间它先到这个第一关接下来才到第二关 所以D2会大过D1 这个不再单纯的跟上面的 Experiment的T是不一样的 什么是时间间隔你会发现哦 T1等于0.097T2等于0.047T2等于0.047T2会比D1小呢 因为哦这个是时间间隔 这个是时间间隔 意思是说 当然它的U也是0的哈 它这个Cardboard它的HalajuAward当然也是0的 但是它它所经历一个Purcutant Gravity向下 会造成它的Halaju增加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刚才我们标记的那个V1跟V2了 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 起初它掉的时候它的速度没有较快 所以它用的时间让整个长度的D划过这个关呢 这个Photogate呢是0.097T2 当它掉得越远的时候呢它就越快咯 因为它有Purcutant Gravity 所以它掉的距离越远它就越快 越快呢 它所需要的时间来划过这个长度啊D 要划过这个第二关的时候呢是比较快的 所以要明白这样子的分别 我再讲多一遍就是说 这个D的长度啊它需要用来划过 第一关会比较长 因为它当时还开始掉不了 它掉久了掉得越远了 它因为有Purcutant Gravity它就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呢它所需要用的时间 让这个整个长度的D划过 这个第二关的Photogate呢 当然就比较短咯 因为它比较快咯 所以就比较短 所以现在这一题它要我们去中央Purcutant Gravity 因为它的T已经跟上面的T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Formula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另外的思考 怎么样呢 OK我们可以用这个V1跟V2的路线来找 所以我们可以找V1什么 V1等于什么 V2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找出来 因为我们有这个距离吗 我们有D等于 我们全部把它换成meter 0.15 meter D等于0.15 meter 然后这个13等于0.4 meter 这个长度D 0.15 meter 要让这个长度完全的划过第一关 我们需要的时间是T1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在这个第一关的速度是多少 在第一关的速度 就是拿整个Cutboard的长度 处理它所用的时间 时间间隔 记得这个是时间间隔 也可以讲是Tempo 所以这个是0.15除以0.097 meter 我们有了V1 接下来V2我们也可以用照样一样的方式来找 V2我们就同样的长度 就是那个0.15的meter 那个长度要划过第二关 它所用的时间是0.0 173 所以我们有了V2跟V1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S的资料 我们有V2 我们有V1 我们有S 这个V1就等于好像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这个范围的Halajuawaw了 我们就注意专注在这个范围 V1就充当 V1就充当那个Halajuawaw了 然后V2就是Halajuaw了 然后S就是S S就是S 然后我们还需要借用这个三个资料去导 Badjutan gravity 就是我们的A 或者是G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 已经不再需要MASA了 所以你看这一题 它没有提供给我们 从这里 调来这里 的MASA是多少 它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数据的 如果像上面 好像这边 这个情况 你是可以知道 这个跟这个的MASA 是多少 因为你拿 你拿第二减第一 就是它 从第一关调到第二关的时间差别 给你拿第二减第一 就是它的时间差别 但是这个是不能的咯 因为这个 这个T不是像上面那种T 所以现在 当我们把专注放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再使用 T 我们可以使用 V1充当你的Haraju Awa V2充当你的Haraju Awa 13 已经具备了它给你的资料 以及我们要找 A或者是Badjutan gravity 所以我们可以用的方式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图案 所以这题呢 是用Photogate 找G跟课本的不一样咯 课本的那个Formula 我们不能够 完全的拿来使用的 我们要看情况的 好这个 这里有讲解了 就是这个D 长度 滑过第一关 这是Gate1 这是Gate2 他用0.0973 滑过Photogate1 所以Haraju Awa 我们可以找到 这里我已经把它换成Haraju Awa 了 哇 第二关呢 他用0.047秒滑过 所以Haraju Aya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有的资料 从U变V经过的13是0.4m 这个是他给的那个S 图画里面有给的 就是在这边 S等于0.04m 所以我们要找G 这个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就不要去在意它的T 所以我们用的Formula V2-V1 V Quasadua-U Quasadua等于2GS 本来它是2AS的 但是A是通用的Pachetan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要找Pachetan Gravity 所以我们把它干地为G 所以我们就照样 Subsidive我们的所有的Niline进来 这个你已经找到了 在旁边找到了 这个已经找到了 然后2GS S干地进去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一个G Niline就是9.74 这个就是我们找的方式 所以这个方式跟上面 所教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的区别 以及灵巧的使用 然后希望这个分享可以让大家知道 对于这个Photogate的使用 有多一点点的认识 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两种Setting 一种Setting就是 仪器所记录的是它 调到第一关的时间 以及调到第二关的时间 那个T1跟T2 第二种的记录呢 它可以Setting它的Photogate 是记录它用多久 经过第一Gate 以及用多久经过第二个Gate 所以这个是两个的区别 以及它的解答方案 所以希望大家有学到东西 我们今天这次学到这边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